無論你是一個文青、偽文青還是普通人 早期都極度推薦你來長沙灣這間咖啡 因為它不僅環境舒服 還有很多好東西吃 它就是… 現在很餓 不如吃吧 慢著 我們一定要試了店長推薦 La Provincia 的精品咖啡 其實什麼叫精品咖啡呢 我們通常會把它定義為 一些咖啡品質比較好一點的咖啡品種 通常會利用評分去標籤這些咖啡豆 通常過了80分的話 我們就會稱它為精品咖啡 第一次喝到咖啡是有少許果酸味 對 它酸酸的 然後… 又甜甜的 跟我們平常喝的咖啡好像不一樣 但店長說這個咖啡是不用加糖的 因為它有一個HONEY的處理過 這個是烤雞芥末沙蘭 菜很新鮮 好香啊 我加在芥末上面 如果你喜歡吃芥末的話 這個真的很好吃 而且這個雞好滑 好漂亮的 香椒巧克力 除了巧克力非常濃之外 香椒味也是… 如果巧克力有這麼多 香椒也有這麼多 史上最好喝的香椒巧克力 說完 史上最濃的香椒巧克力 你看看 四隻蝦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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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些蝦呢 是大隻過我的手指 大隻過我的手指 大隻過我的手指公 很好吃的 這隻蝦 裡面是有一些… 紅椒和一些… 青椒的 這隻蝦呢… 真的很厚啊 但是呢 這個薄餅很薄 因為咬下去呢 很厚 以來呢 脆脆的感覺 是比那些厚的薄餅是好的 這是白汁三文魚的薄餅 嘩 嘗嘗 嘗嘗 嘩 留下三文魚給我 這個薄餅跟平常 鴨鴨鴨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它不是很奶油 但是… 其實你也可以吃到它的薄餅 和白汁的味道 我很喜歡它的麵質 可以咬口 其實我喜歡它是… 它有些西蘭花盆碟 很少五湯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